现在很多欧洲的国家很重视与台湾的关系 见到台湾就变成在联合国在国际那里 被中共打压就没有了个地位 所以这个就不是台湾提出的 是欧洲有几多欧洲的民主国家提出的 这个我们今天想讲一讲让大家明白什么 一会儿我们拿这个摆上去我们的屏幕那里 你们可以看里面讲什么 但我想指出的就是这样 他当日1971年共产党中共就得了非洲丐帮的兄弟 就是一起谷据他进去就希望多些票 就代替了台湾代替了中华民国在里面的席位 就经过差不多六七次不同的版本了 因为你提议议案内接着要投票 最后通过的就是现在Sherry摆在杏弘那个 那个实际里面就在法律上就很多漏洞 第一他说就要驱赶蒋介石和他合作的人 那蒋介石合作的人就是他共产党就不明白法律 但是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代不代表了台湾呢 代不代表了中华民国呢 不是的哦 你要选出来的嘛 在现在人的理会啊 你说代表了嘛 你是当时的那几年了 比如下一次选举你就不代表了嘛 要人民选出来的 你只能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 你只能代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方 所以蒋介石和他的代表这个字呢 稍后Shirley拿了就放在那里 就是等于你国民党 你驱逐了国民党 但是整个文章就没有提到呢 就是要驱逐中华民国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的会员来的 那么他说呢 他说就是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 那什么叫中国呢 你要有个定义可以的 那么中国那个所谓地理 在那里不断在那里变的嘛 有时候这么说 现在比如有了个蒙古 那帮不帮过蒙古呢 就是中国实际这个不是一个法律名词来的 中国是一个地理名词 但是地理中国这个地理不断在那里变化的 你说清朝的中国 和民国的中国 和现在的中国 不断在那里变化的 什么叫中国呢 中国实际不是一个法律字 你明白吗 是一个地理的字来的 那你说代表中国 那什么意思呢 那台湾当不当是中国呢 又很难说 是吧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法律上定义中国 什么叫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是有一个这样的政体 有这样的国家 即是叫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又是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这两个字呢 只不过是一个地理名词来的 就是亚洲那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就讲不清了 就是整天都变的 现在你说呢 他说他代表中国 那你就讲了 但是你没有说代表台湾 台湾是不是中国呢 很难说 说不清 因为台湾当日 打仗的时候 是属于日本的 日本投降了之后 就拿台湾交给中华民国 那变成了台湾 那变成了台湾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没成立 就是1944年那时候 交给中华民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才成立 那你说了 台湾是属于哪个 在法律上 在国际法律上 台湾绝对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是吧 因为你都不存在 人家又没有正式还给你 日本没有正式还台湾给你 中华人民共和国 清清楚楚 是吧 所以现在说 就是现在台湾来说 属于中华民国 这个这样的架构 台湾的地方名 是不是 那个地方名 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号 这件事 他参加 他回到联合国 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你又没有踢他走 是吧 你踢走那个只不过是 蔣介石和他的合作人 那变成了 他回到 那个 能不能让他回到安理会里面 那个就是有得拗的 但是你让他回到联合国 这个不能拗的 中华民国 永远是创办会员来的 而且在那个宪章那里 还是属于安理会的 那他这里通过了一个决议 这个 这个 1971 这个 274 200 对不起 这个数字搞不定 2758 通过这个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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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进去 就是安理会 大家都没有说代替谁 你进去安理会 未必是 你可以代替其他国家的 可以又进去 但是你有没有代替中华民国 没有提 这件事很值得震撑 但起码这个整个决议里面 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拥有台湾 也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 不是 对不起我刚刚重新说 没有说中华民国不拥有台湾 也没有说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 那这件事呢 现在就全世界开始 因为台湾朋友多嘛 中国的朋友越来越少 那些战狼差不多 都赶走那些朋友 那变成全世界会很多国家 包括日本啊 美国啊 一个个来拥护 那这件事呢 去到罵 去到法庭罵 那中国反而是理规的 在法律上理规的 不懂的嘛 那时候那些人不懂得什么 国家是什么 主权是什么 蔣介石只不过是一个 那今时今日 你说 比如拜登做总统 那边美国和拜登是两件事 美国是美国 拜登只不过是做一任 或者做两任 选你出来的嘛 但你不是永远代表美国的嘛 那些共产党不懂的 他硬硬硬硬硬硬硬 又是没有领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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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台灣在國際地位越來越高 尤其是台積電做的那些晶片 做的那個所謂人工智能的晶片 差不多全世界一間公司 所有的國家都要跟它買 在這樣的地位下還有其他很多晶片 台灣還有很多產品的 全世界還有很多產品 比如電腦那些全部是台灣 你就說蘋果手機 都是富士康幫他加工的 然後沒有很多富士康台灣未必搞得怎樣 不是蘋果未必搞得怎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想台灣變成一個正常的國家 台灣當然它在暗中做工作 比如這次蔡英文去到歐洲 跟西歐國家一路聊聊聊 都是這樣他們暗中會支持 這些做法都很聰明 就好像實際台灣在爭取著 但是就免得講得這麼明 因為台灣過去幾十年 台灣太低調了 習慣了低調 反而現在賴清德就站出來 站硬了 改變了形勢 台灣好像蔡英文那樣還是低調 偷偷地去歐洲去說服那些國家 不是錯的 就是每個人做法不一樣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台灣會一天一天這樣 將來遲早 而且中國這麼重的得罪人多的話 不出奇的 到一定的地步被人趕出去的 因為現在大家都看到它在幫俄羅斯 打烏克蘭 聯合國通過了 你俄羅斯是侵略的 中國就不是在場審 它惹到人家一定的程度 而且國家窮 賄賂不了非洲那些丐幫兄弟 靜靜下 自由世界救票 踢他走 完全可以的 所謂的 聯合國大會 大會可以投票 如果美國發起力 歐盟發起力 日本那些強的國家 印度都是一發起能力可以趕你走 所以這件事他不到他不怕 他現在就算跟人爭論 都不可以不斷靠以前一味是靠強勢 要講道理的 現在全世界講道理 所以這件事很值得大家留意 大家看看 將來這些法律拿出來講 好像香港那樣 你明明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現在你做的事情犯法 你搞到立法會和特首的普選的人賴了 變成我們在外面搞香港議會 或者算特首 沒話說的 你自己違反了 然後你自己有一個所謂的基本法 都違反了 要強勁扭來扭去的 要在人大通過 那香港的立法會是做什麼 所以整件事我告訴你 中共那些人急起來就要做事 但是他沒有想清楚法律和道理 和人家全世界那麼多國家怎麼想 所以現在中國大家都看到 在國際的地位和那個形勢 一天比一天差 這件事我就是想指明 你看看台灣的 我們香港就沒辦法了 讓他這麼把握 但是將來人家看不順眼 就一路出聲 我們搞香港議會的人 就一定要讓全世界的人不斷地知道 他在香港做的事情根本是違法的 違法不是我們那些人 是他 他破壞了中英文的聲明 又破壞了自己定的基本法 所以這件事 長期來說 對我們香港 對台灣 對自由世界都是有利的 袁先生 有說從今次《175法》的決議案 可能是美國在維交上 想制裕中共的方法之下 這是一個有效的決議案 完全可能美國在後面做工作 因為這些做這些事情 要在後面跟那些人講好數 澳洲這麼多個國家 和其他的法國 英國都講好數 在做功夫 做到一定程度 中國一定程度弱了 那時候 你這麼討厭 到一定的時間 大家就先推台灣 譬如去世衛 又去其他聯合國裏面的資首組織 一定的時機成熟 就直接推中華民國人 進去聯合國 那是否國際間都想制裕 這個機會 出世中共在國際舞台的角色呢 阿劉 那時候你看看整個 你拿著地球看 過去那五年 全世界在包圍中共 看不看到 第一島鏈 跟著這邊印度 一直在包圍 包圍 因為中共在外面搞戰狼外交 凡是答應的事情就不做 全部在拿別人的便宜 而且不是小問題 它搞到人家失業 譬如美國很多失業 毒品進來 非法移民 偷那些知識產權 很多很多問題 現在一個國家對付它 現在逐步逐步 那些自由世界的國家 譬如西歐、日本 加拿大、澳洲 一起對付它 最初就是能夠讓它 到一定程度 搞到它的經濟爛了 現在已經破產了 它經濟已經開始差不多 破產了 到一定程度 它會回來求饒 就是要西方國家接受它 那西方國家一定會有條件開出 條件呢 我得到的情況 要瓦解 就是散了 不是不愛中國 中國沒有問題 但是你共產黨 麻煩你解散 現在看到台灣的國際間有很多國際組織 因為中共的關係都沒有辦法參加 包括很大聲的WHO 還是是不是有機會去重返這個? 是啊 現在那些人在後面在做功夫 歐洲、荷蘭那些人都看到他們在做功夫 日本在後面在做功夫 美國在後面在做功夫 但是這些事情突然間有很多人說 你看看賴清德又開始說了 我們台灣和大陸是互不隸屬 大陸又不是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擁有台灣的 這些事情你有沒有看到最近一起說 實際他們是暗中有通氣的 這個權力最終會不會有機會上聯合國去討論? 我會說他們是否有機會上聯合國去討論? 其實現在已經是否有機會上聯合國的 他們是否有機會上聯合國的 會議會上聯合國的 他們在起碼和國際上聯合國的 這些事情都會上聯合國的 就是說大家是否有機會上聯合國的 就是等於聯合國還沒發生之前 大家在後面在做工作 舊票的時候他們會看出來 好 好 這一點袁先生你還有其他補充 沒有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將來 現在變成香港 變成了中國一部份 要留意 人家正在對付中共 實際上就無辜開了我們香港 我們要知道發生什麼 因為香港是國際城市 你靠貿易 將來外國 外國制裁香港 制裁大陸也制裁香港 完全幫了台灣 這個形勢在變 台灣在升 但大陸在降 東升西降 台灣在東變 所以你要整整一下 這件事對香港人我們要知道 不要無辜沽沽 現在已經被大陸拖了下水 但我們自己要學會保護自己